继续回来关心台风的灾情 莫拉克台风带来的超大豪雨 冲毁了南台湾二十几座的桥梁 除了本来就列为围桥的大金桥 六规大桥还有旗尾桥被冲毁之外 像是桥林才二十年左右的双元大桥 民族桥也都被拦腰给冲断了 这个灾情可以说是比九二一的时候还要严重 堪称是数十年来最惨的一次 只剩一半的桥梁停在洪水当中 像是一座孤岛一样 莫拉克台风带来超大豪雨 冲毁了南台湾八座省道桥梁 不但是围桥被冲毁 就连不是围桥也难逃断桥命运 以往最严重的灾害顶多断桥十几座 这回全台将近二十三座桥梁断掉 堪称是史上最惨的一次 其中断桥最严重的地区在高雄县 除了现有的围桥 旗尾桥六柜大桥被冲断 其他位列围桥的民族桥 双原大桥 桥林才二十多年也照样被冲毁 而南投县四座桥梁 包括了寿山桥 净翠变桥 新山桥和寿丰桥 嘉义县的无凤桥也难敌洪水冲断断裂 而屏东台东也各自有两座和四座断桥 全台五十五座桥丰桥 比九二一当时的灾情还要严重 窜急的河水夹杂泥土奔流而下 莫拉克台风连日的大豪雨 让南台湾的桥梁都无力招架 至少还有可能有十座桥梁因此断裂 会这么惨重 就是因为莫拉克洪水量达到每秒两万七千立方米 逃之台风的三倍左右 这样惊人的洪水量出现的几率 其实是两百年才有一次 莫拉克水淹南台湾 河川变成了汪洋 桥梁断裂也断掉了对外联系的通路 主持人张丽玲宅轩泰报道